将会是他们在进攻上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 那么对于阿赛拜疆来说呢 要想守住对方的这种强大的攻势 其实呢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看看今天阿赛拜疆啊 在主场他们会不会给葡萄牙制造一定的困难 那么这场比赛呢 是在阿赛拜疆的首辅 来进行的一场比赛 他的首辅呢是巴库 阿赛拜疆的这个球员的这个球衣的颜色非常的奇特 蓝色红色跟绿色 这是他的这个国旗上的三个主色 在国旗上大家可以看到挺好看的 但是呢这三个颜色 穿在身上呢就会觉得有一点怪怪的 尤其是这个中间是红色 很艳丽的红色 把这个蓝色跟绿色折开 我说曹老师看上去 我不说可能你还没注意是吧 我就说你觉得很怪怪的一个颜色 这个我们经常说这个红配绿啊 好像有点不大协调啊 但是人家就把这两个颜色穿在了球衣上 看看今天阿赛拜疆啊 这个球员们的这个表现 会不会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对 这是球队从积分上来看啊 这个到目前为止 这个是这个小组成绩最糟的八场比赛 一胜两平五负 只进了四个球 丢了十七个就丢了十七个球 在这个小组呢是积分垫底 但是对于阿赛拜疆的球迷们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他的主场 整个座球场都是做的满满当当的 对于他们来说 世界杯欧洲杯出现 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连想都不想 但是如果在主场能够拿下 像葡萄牙这样的强队 这样的这个世界杯的 进入四强的球队来说 这可能是阿赛拜疆足球史上 几十年或者是百年不遇的一件事情 是他的非常荣耀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阿赛拜疆的球迷 还是球员们今天看来也是 事情高涨啊 阿赛拜疆的球员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现在正在维尼现场直播的比赛 是2008年欧洲杯选赛 第一小组的一场比赛 这是由葡萄牙队客场挑战 阿赛拜疆队 场上声称暗红色上衣白色短裤的 就是客场作战的葡萄牙队 那么这场比赛 对于葡萄牙队来说 毫无疑问是要全取三分的一场比赛 毕竟对手实力偏弱 再加上呢他们目前在这个小组的形势 并不是很有力 所以相信葡萄牙队会在这场比赛里 竭尽全力 对于葡萄牙队会在这场比赛里 我们呢是通过国际通信卫星为您转播的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是在当地时间 阿赛拜疆的晚上九点来进行 其实时差呢只有三个小时 所以呢虽然是他进行的时间很晚 但是我们这个进行的时间呢还不算太晚 比较便于观众们看球 但是呢前方给我们传送的这个信号啊 并不是很理想 但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能够更加的顺畅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草坪的状况 跟这个欧洲的这些强队的这些国家的这些草坪相比呢 也是这个档次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 对他有一个综合实习场 也不是专业一个足球场 因为两人可以看到 阿赛拜疆它的服务球的功能 这就是非常的好 这可能也是葡萄牙队比较担心的 就是客场作战 一个是天气状况 一个是他这个球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状况 今天天气应该是不错的 对 这个球场应该说或多或少 对葡萄牙这种传控的球队啊 有一些影响 上半场比赛 在开场仅仅两分多钟 葡萄牙队就获得了一个脚球的机会 这是他的中备卡瓦略冲到了对方的进去的 夸利斯马 37号 所以卡尔利在这场比赛能够相遇复杜啊 对葡萄牙的后防啊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 哎呦这个球看看阿赛拜疆文章出来了 李卡多关键的这个出击啊 你看看人家阿赛拜疆 上半场比赛开场不到三分钟 抓住对方脚球 全本没有回防到位的这种情形下 一个机会 快速发动反击 确实很有威胁啊 而且这名队员的身体速度非常好 快啊 他在跟再看啊速度非常的快 这好在经验丰富的李卡多出击啊比较及时啊 所以这场比赛作为铺队来说啊 真的是非常难啃的一块骨头 从他的主角来 斯卡拉里对全队的这种定位 你仰仰出现接下来四场比赛 应该说四场比赛都要当成决赛 那这场比赛是第一场 再看这球 你再来看这几下 这几下这几下 这几步蹬了多快 这一下如果啊是把球捅过来 这边就是一个空门啊 对啊 这边还有一个自己的跟上的队友啊 但是也正是阿萨贝加这种心理 因为他在这个主场 我只要能够晋级球 应该说就让我的球迷能够高兴三个月 那正是他这种不保守的打法和思想 对菩萨牙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 因为毕竟你面对的并不是一个 这个 完全保守的球队 密集的球队 都要跟你争一致长短的球队 双方在首回合 菩萨牙三比零在主场拿下了对手 嗯 人家阿萨贝加在这块球场 曾经取得过辉煌的胜利 他曾经一比零战胜了芬兰 芬兰啊 我们都知道这支球队 其实是一个实力不俗的球队 没错啊 所以在这场比赛之前啊 斯科拉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也是啊 有意无意的在为队员们在减压 他居然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言论 所有的球迷和媒体都觉得这场球 菩萨牙队应该是大比分取胜啊 才能够这个有所交代 但是斯科拉里说了 这场球我们就算赢不了的话 也不是什么灾难 嗯 因为对方在主场 其实他的发挥很出色 我们赢不了说明什么呀 不是说我们踢的有多糟 我们的好像怎么样 就是什么灾难 主要是人家可能会比我们发挥的更好 所以他可能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为队员们减压 因为从队员们来说 现在确实是憋着一股不劲 连续三场评局啊 客场是评了亚美尼亚 主场呢 是评了波兰 和塞尔维亚 二十号德科 门前的一架大门 这张比赛 波兰亚的首发是这样的 门将呢 是一号里卡多 后防线上 二号费雷拉 十三号米格尔 这应该是两个边后卫 卡瓦略中卫 二维斯 三十七号 维洛索 今天是出现在了首发 这是来自里斯本竞技的一名球员 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队员 他今天可能会打的是后腰的位置 十八号马切尼 二十号德科 二十七号夸里斯马 也是出现在了首发 十七号是小小罗 二十六号阿尔梅达 高特大将是不是刚才那个 十号不行了 刚刚开场不到七分钟的时间 他的一员大将就替换下场 这不是好消息啊 十号 叫做伊马马利耶夫 开场七分钟 就因为手上下场 一方面损员大将 另外一方面 阿萨白将也是用了一个冠名的名额 对他来说呢 不利 而且从二号 哈希莫夫啊 报名来说 他是一个后卫选手 那这样的话 就得把他顶得了 从他的位置来说 顶得了右边的前面 嗯 水泥了 福利亚的队员呢 毫无疑问 他们的技术更加的细腻 啊 但是对方 从这短短的几分钟 阿萨白将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呢 他的速度很快 作风应朗 嗯 确实是东欧足球的这种 传统的这种打法 所以对普大队来说 今天 确实也是有一定难度 没错 欧洲杯的预选赛啊 这往往有说 这个 你说冰岛了一个队 嗯 冰岛还能够战胜 北阿尔兰的 北阿尔兰的 北阿尔兰现在 现在在本小组 他还是位居第二了 今天斯科拉里在风险上做出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 就是放弃了此前打主力前锋的二十一号努诺哥迈斯 启用了效力于布莱梅队的阿尔梅达 这可以说是一个变化 对 这个努诺哥迈斯呢 在世界杯上的时候 其实就没有得到重用 嗯 一直用的是宝莱塔 宝莱塔离开国家队之后呢 其实最近的几档预选赛用的都是努诺哥迈斯 但是表现平平 今天呢 在风险上做出了一个换人 希望通过这个换人啊 也改变一下就是 活动鸭队总是这个 抢面占优 德式普中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局面吧 阿尔梅达的这名选手 他应该说是技术啊 比较细腻 嗯 他在门前啊 有一定的 把握机会的能力 同时他跟同伴做球能力不能 对 冲击力并不是他的强项 对 其实努诺哥迈斯的冲击力很强 对 但是这名队员呢 就那一下 就门前那一下 无论是投球啊 还是打门啊 嗯 很脆 但是呢 更多的时间 比如说拿大球啊 跟队友做配合这方面 包括他个人一对一的情形下的能力 对 稍稍有点弱 稍稍有点弱 毕竟他的年龄也 也开始 也开始变大了 是96年 欧洲杯的英雄 英雄啊 今天 现场的氛围确实很好啊 很多的球迷呢 都是来到现场看球 一方面呢 希望主队能够创造奇迹 另外一方面也是难得 看看 看像德科呀 小小罗宾上的大望啊 到现场看比赛 你像阿塞拜扬 要去趟西班牙啊 球迷 这可以说是拔山涉水 这段路 这段路不接啊 那他其实就等于是 相当于亚洲的这个 跟中国其实都很接近了 所以呢 另外一方面 这些球迷呢 也是到现场 看看这些大腕们的表演 这就是阿尔梅达 阿尔梅达进来的状态不错 在联赛和冠军联赛 都有不错的表现 因为现在的 他始终他打的是一个 三前锋 所以他现在需要这个三前锋 也就是跟这个弱队打的时候 他首先强调的是一个控制 能控制球来 那孙昊的27号 夸雷四马和这个 17号 对 他的后排插上能力 就能够完全释放出来 刚才非常漂亮 这就是他的 阿尔梅达球 现在小小楼拿球 看看 这里是加到罗纳尔多 下中锅 三分钟 后点 投球 这个球 咱们正说着呢 这是飞罗尔夏季团中 这是27号 夸雷四马的应该 这三个人完成一次 非常漂亮的配合 还是合逾于26号 顶球的 顶球的这一瞬间 稍稍慢了一点 再来看 已经几乎没有角度了 是阿尔梅达 阿尔梅达的投球 又是一个角度 上方比赛 第二个角度 漂亮 哎呦 应该说是一个 非常好的开局啊 嗯 这是一个 上方比赛 只进行了12分钟 乎雷亚队就利用角球的机会 破门得分了 进球的是30号 阿尔维斯 布鲁诺阿尔维斯 来自于波尔逐队的球员 投球 这种完全是实力 注意力也还是几乎在26号 阿尔维达身上 12分钟 1-0 这一下比赛的节奏 就应该完全在 布鲁诺一方掌控了 嗯 但是咱们刚才说了 今天啊 正是这 阿塞拜疆啊 这个比赛的这种 球区啊 对布鲁诺非常的有力 他并不保守 在这场比赛 他可能唯一的愿望 你打我三个四个五 我都无所谓 但是我一定要想办法打你一球 今天是2号菲雷拉打的是左边后卫 13号米格尔打的是右边后卫 这个2号菲雷拉打左边后卫 确实有点变怒 因为他以往是打右边后卫 前卫 阿塞拜疆又是公道前场 好 比赛多这样的球呢 没有什么威胁 他比赛拉得很开啊 夸雷斯马 1的1 这么打下去的话 就有可能会闯进一场 对 而且也会非常的好看 你像夸雷斯马 小小罗 这都是个人能力超强的队员 所以从来 所以从今天啊 主角了斯格拉里的一个 超整的前锋也可以看出来 这场比赛啊 他更多的要寄与这个27号 菲雷斯马 和17号C罗 再加上在 顶在前锋的 先后的20号德克 利用他们的后排插上能力 就是 有点耍了啊 以后队员的心态也有点放松了 下红柯 他就会发生的 下红柯 再加上 下红柯 再加上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葛德亚队呢 在此前的一场赛 时常比赛呢 是四胜五平一负 打进了十九个球 丢了九个球 虽然进球数呢 在这个小组是最多的 但是呢 由于他的平局啊 实在是太多了啊 所以丢分丢的太多 所以只排在这个小组的第三位 但是呢 毕竟这个小组 对他来做呢 是一个相对来说 不错的一个小组 队里面这个组里面 没有什么太强的球队 你像波兰啊 芬兰啊 是吧 夏儿雷亚 比利时啊 大家都实力均等 那几个球队 彼此之间也是富有胜负 而且拉来说 比较有利 对啊 所以呢 咱们其实前几两比赛 咱们并没有选 对啊 尤其是在客场比赛 就是有时候我始终 你说如果他二比二 平这个波兰 他应该在赌场 我觉得 那还有情有可言 但是客场一比一平 顶向美尼亚 顶向美尼亚和一比一 赛尔维亚 嗯 这两档球 其实比较奇怪的 两档球 今天呢 他开了一个好投 看看能央 把这个势头 延续下来 这个角球 又是顶向球门 还有 胡提胡提胡提打门 全球打门 因为他在开局的时候 这个 葡萄牙 他比较顺利 你看他第一场 客场平分拦 这场球 分拦的主场 本身就不好打 那么但是他紧接着 就是三比零 胜阿塞拜疆 零比一输给过来 然后接下来是两人胜 都是大比分 在赌场三比零胜了 哈萨克斯坦 4比零胜了 比比石 那个时候 其实他位置还不错 完了呢 1比1 平了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 其实主场也不好打 嗯 2比1 击败了比比石 四场比赛 他拿了十分 其实很不错 对 所以他平这个 亚美尼亚这种球 接下来就是1比1 平亚美尼亚 估计是有些轻敌 但接下来两场主场 就波兰和塞尔维亚 那两场球 都是应该拿 就拿三分 尤其是他这个主场 那最近的1比1平的塞尔维亚 使他线了完全的败 那个球也是一个约位球 对吧 对方进的球也是约位球 打波兰也是 最后一分钟 到车尔维克一脚 射门 打在门框上 谈到了这个 李卡洞的身上 你说这 有点运气 是不是点有点败 对啊 但是说那么多机会 你掌握不了啊 关键就是 这场比赛 咱们说了 这场比赛 好在16号卡尔练 适时的恢复 因为毕竟 他的另外一个 前后卫 安德拉德 安德拉德 始终受伤 无法自败 今天呢 也是这个30号 阿尔维斯 对意外惊喜 对吧 而且今天很奇怪 如果安德拉德受伤的话 按理说 他应该用梅拉呀 对啊 对吧 梅拉是TV的主力 在今天的赛前的 就预测来说 应该也是梅拉 对啊 但是说今天 他用了30号 阿尔维斯 正是阿尔维斯 对啊 意外之醒 所以斯特拉里说 你看别看我现场 我不指挥 但是我还兵不战 我有招啊 是吧 我不希望省张指挥 我也能够赢啊 这确实有一些 有一些出人一样啊 他的这个后防 应该是梅拉 跟卡瓦略 这个组合也是 世界杯上的这个中央位置 哎呦 阿尔维斯 他在扬轻 真的是真心 尤其他在有进攻机会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立即自己投入进攻的人员 这就是这条比赛注定好看的 我接下来呢 就看铺牙 能不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来大家控制 因为今天啊 其实从工厂来说 双方对抗 就没有什么对抗 应该说 这个霍特拉里的球员 都是 技高 阿富汗较较较 关键就是 能不能 把那个优势转化为胜死 也转化为到最后的进球 这是非常关键的 霍特拉队对这场比赛的组织是很重要的 就是提前三天就已经就来到了这里 那么另外呢 赛全 无论是教练员还是队员们都很低调 其实从这些迹象都可以感觉 其实 对于球队来说 对单这场比赛是件好事 其实霍特拉队他实力太强了 就怕这些队员们是 你看今天到目前为止 小小罗 德科 跨离四马 这些技艺高套的学员 他们就没有少 并没有一对一的时候 藏带 在那展现个人风采 更多的还是在打绳织 20分钟了 1.0 回来阿丁 再会这样 在已经结束了比赛当中的英格兰是3比0击败了爱沙尼亚 正在实险情绪一天大好 另外在第二小组的一场很关键的比赛 我们刚才在 风云部的评论里面讲过的是 祖国兰赛 比赛3比1击败了乌克兰 对于祖国兰来说呢 这是一场至关重要的胜利 这场胜利将有可能 导致意大利和法国有一支球队中的无言无路畏 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法国对法罗琴岛的比赛正在进行 法国现在3比0击败 将会是一场大胜 这是毫无疑问的 外边的远色 滤切的热门 满明确是一个大胜的选择 选择的时候好像表现的就是一番 但是一到人世界杯欧洲杯 这种比赛就出场 你看那四年的世界杯的时候 一开始他不是主力胜利 对吧 从气谱 完了呢 到直立 完了呢 表现出色 然后能对墨西哥 对荷兰 总是关键时刻 人都能去球 对 他的一脚远色 人家说是他拿手决水 拿手决水 而且这种队 他越是要大胜的时候 他心里非常的稳定 尤其是队里打的不顺 一样顺的时候 他的这种个人技术能力 不足以吸引眼神 他在这支队伍里面 他主于技术操作 他主于活操作 选不出他了 对 打的顺了 大家都表演 打不完那种硬仗 是吧 听着人阳马翻 完了双方的那种技术 含量明显降低的形象 就看法离界错影而出 小小罗创造了一个线材的一球 看看 上场比赛进行到22分钟的时候 德哥看出来到了进去内 找回来 哎呀 这下多余了 对呀 这个意味了以后啊 这原来过多了点 还有点恐怖 你看从刚才2号 那个费雷拉那个右脚跟踢球 包括刚才这个27号 凯雷斯兰那个 这个连续的这个捉鱼的动作 那都是 还是有一些 放松 毕竟对手啊 对他们的这个整个后防线 压力不够 看这是37号韦洛索 这是一个左道选手 今天他在打的后腰 嗯 到底是个经济机车 今天他和18号马里切 更多的工作 就是这些有效的主席和防守 嗯 在中场的位置上 斯科拉里现在也是 不断的在改造 像 地亚哥 刚才是一个 连续的一个原生的 公共务务联合家队 这一次 尴尬这是小党罗 逢进去 三年投员 把他抢掉了 小党罗再抱怨 今天那个 正常的信号 就是 不断不续 给他来看这种 增加了一些 小小的麻烦 但是但愿啊 双双尤其的福利亚 给你带来一场 精彩的比赛 对 这是最关键的 嗯 这场比赛 找完了之后呢 2点 是 给您带来的是 西班牙对丹麦 4点呢 带来的是 意大利的一场比赛 3点呢 1点 3点 2点 2点 9点 1点 1点 这是阿尔雷达吧 宽利斯玛 对 今天他 菲罗加尔德科 他们三个位的人 在阿尔雷达的身后 应该说是比较活的 进攻主要是与他们三为目标 强行突破 今天我觉得整个的 25分钟来 菲罗今天态度非常好 他今天又没有那些花哨的什么踩断坡 拿球更多的跟同伴来配合 一时他这么一踢口球 要不适应 菲罗和汤雷达 这两个人其实是平时知道的 这两个人当时被看作是 霍德亚新一代全苗民最有天赋的两个人 菲罗丽斯玛也曾经在巴萨出的车 但是菲罗丽斯玛的始终 他很有天赋 但是相对来说 他比较放弃天赋的天赋 他一只踢球是比较随意的 也包括 现在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收益 不过这种所以有时候如果他表现很好的心意下 他往往会有上架的方式 像主场 像他4比0胜比迪什那场车 巴萨斯玛就进了两个特派 但是菲罗丽斯玛这几年在 他为止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对 德队菲罗丽斯玛把对岛车给了他以后 对他来说是一种责任的责任 德柯 哎呦 非常漂亮 今天德柯在马上的表现 因为他这两个边都是有能力超强 今天他来阿尔梅达的上车 就是在进攻的时候 德柯的穿针引线这个作用 哎 看看他 看看 做的怎么样 德柯最近的状态非常不错 他在巴赛在赛前的 这个应该说这个几场乐身赛上 并没有出场 所以他一度在巴赛 应该游离于阻力和气力之间了 但是比赛一打上 德柯 牢牢的占据这个 首发的位置 应该说对他的状态 起到了很好的阵 而德柯这个阵 他踢起来 他很难能够伤到他 他具有力量 同时他本身是巴西 所以他的柔柔性 我非常得好 这是一个 哦 他们把红牌跳过来了 上场比赛行动到27分钟的时候 我们看看 这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扫鞋 但是 应该是一个吓鞋 哈哈哈哈 我想是 对 这牌一层 双方的火鸡线就下去了 对啊 哈哈 哈哈哈哈 现场的主场的屏幕 就是博尔的金星 嗯 这个这个蓝红绿 三个颜色 然后这是 克里斯亚洛罗拉尔多 被放倒了 我推了一下 对 从这个慢动作再来看一下 应该倒也不是一个非常恶劣的 是有肘肌嫌疑吧 再来看一下 看一下 哎呦 这应该很好 确实是肘肌 确实是肘肌啊 明显的肘肌啊 但是好在这一下 它并没有完全发生力 所以呢 这个球呢 应该说 对 现在 看看 这个 这标准的肘肌 这个标准的肘肌 对 这是应该领到一张红牌了 看看 裁判员 一平盘掏出来又搁回去 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 他当时一下子 让这个双肌求人 矛盾激化了 激化了 就是等一等再掏呢 那也有意思是一种错的 对啊 很少说见到裁判员这个盘掏来掏去 应该是也很好 应该是一张红牌 对 这下太不冷静了 对 他裁判员从 这两分钟 自己的 这个 进攻核心10号 这个 一次的这个 受伤 一次反击当中受伤 这就是预示 这场比赛的奸难 这比赛 12分钟失球 28分钟又被罚一个人 旁边刚才给镜头 没有了斯特拉里的身影 斯特拉里的在上一场对赛尔维亚的比赛结束之后呢 和对方的队员动手 这个球 这个球 他可能已经出界之后 对啊 他可能盼出界之后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肘肌的动作 但是从刚才那个曼东诺来说 这个应该肘肌是在场内 嗯 所以这场比赛呢 是葡萄牙的助理教练 在银行指挥 好 给他拉上去 靠雷斯马 他怎么这样 那个个人也是说 你看他也走进我了 躺在那 不动了 看你怎么吹 这在连续的中转 这等于是给茶饭员出难题呢 对 但是刚才这一瞬间 咱们也看得非常清楚 而且施姨这个球继续了 虽然他装的比较像 这把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 是来自于科特地亚的裁判 叫做贝贝克 上班比赛中间的三十分钟 福利亚队一比零领先阿塞带江 他们就利用角球的机会 由他的后位 三十号布鲁诺阿尔维斯 现在形势对于阿塞带江很不利 主场作战已分落后 而且被罚下一人 场上十打十一 今天对科特地亚队来说 西芒最后还是没有推荐在手上 对 对他进攻方面来说呢 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西芒要上的话 把科特地亚队打一下 对吧 但从今天啊 他这整个的排阶部队 可以看到 今天更多的是希望 通过这个 二十六阿尔维达的这个 牵扯和回座 所以德科 菲罗 还有二十七号科特地亚 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 后排擦上的机会 这时候真的是 到了考验主裁办的时候 这动作其实是够大的 对 阿三美阳队员们现在情绪 稍稍的有一些失控 那所有人 对吧 他现在都没有队球 他完全是队人 对 他完全是队人 这时候是产美阳 这时候这个牌 绝对不要手软 而且呢 这些动作都带有一种挑衅的这个性 这个 作用 诶 诶 全场把球抢下了 小派对这样的进行 我 我 目前 都没有 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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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韦洛索 马尼切 应该是德科 追到右边 米格尔 推得有点大 还是利用经验碰到一个讲究 今天一上来 部队确实打得比较快 尤其是刚才咱们说了 这个C罗 快利斯玛 他们更多是寻求整体的配合 所以个人的东西稍微少了点 所以它的节奏整个打得太快 其实跟阿塞巴江这种球队打 你尽量要打出这节奏 比较快慢 是你强队 打弱队最致命的一个武器 哎呦 外卫力小打门 就是说是打签了 对 对 对 前上这副大鸭队来说呢 你是一球在手 而且呢 是场上多一个人 完全可以这个把这个节奏控制一下 对 对 你不要打签 因为像阿塞巴江这种球队啊 他一旦快就慢不下来 你让他慢他都慢不下来 那这样的话 你应该有意识的 就是 哎这种像中国的太极推手 对吧 不让你无从发力 因为在他零零落后以后 加上他现在少了一个人 他的队员的情绪有些 这种 失常 是很正常的 动作拼抢非常的大 而今天的场地呢 又使得普迦队员不能很好的控制 那这样的话 就增压这个对抗的几率 你更需要一个团队整体的控制 就尽量避免一一跟那个身体的接触 快速转机 看看有没有机会 今天C罗打的特别轻敌 C罗看看自己向前带 这下C罗有点有点疏了 看对方的腿上来了 对 但是后对方的后一个洞 你看这后一洞 C罗也非常的这个 最莫名其妙 这球已经出去 其实他并不想要这球了 对方还是在后的踢了一下 就这下再看 他并不想要这球了 你看 对方又是 绝对是一张黄牌 其实这时候就一定要给牌了 这两次这个牌都没有给了 你这样的话 在这种场地上 你就非常的困难 因为这种场地 一定会增压双方的身体的接触的几率 你如果一旦这个 稍微松一点的话 那你对这个 福德牙这种技术性的球队 就有一些不公平 福德牙的就是 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 这个球 滑球点的位置不错 有没有踢起来 二次进攻 待会儿看看有没有特写 这种好像那个眼角已经是被打清了 或者西加洛挪尔尔多最近也是不断的受伤 对 以他这种踢法 其实啊 就是 受伤的距离非常大 然后这次车里下洛挪尔多回强 好在呢 他这个本身身份小 身体的这个力量非常的低 加上他的恢复能力强 每场比赛 你都是对方重点看守的必要 好了 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到了今天啊 应该说这几名阿赛外江的 导火队员的能力并不差 位置占的很张实 对啊 面对的这个宽莱司马 和C罗德科这种超一流的 这个一离能力的选手 并不完全出下方 一离一的成功率也非常的高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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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这个打得非常坚决啊 其实就跟10号被撞受伤 下场那一车啊 有一起同工之处啊 看样子这个今天这个30号二维四啊 他那个确实能力啊 他有所限轻 刚才这个防水完全是一个东方位啊 典型的一个失忆啊 所以 所以福利亚比不出力啊 他真的 他今天打的今天这么费劲啊 他还是他的防守啊 看看小小罗 go 进去咯 穿一张无路无路 就是打到了力柱上 刚才小小罗的那个绝妙的一塞 撕破了对方的防线 所以他的进攻啊 他的威力啊 个人能力还都在 但是防守当中 也难怪他这种武场比赛 场场输球了 刚才是因为什么呢 场地不平 但是 上半场比赛已经接近40分钟了 比分队然是1比0 福利亚队在先进一球 并且领先一人的大好局面下 也没有创造出太多的有威胁的射门 刚才是对方差一点乌龙 打到了力柱上 除此之外 福利亚队在阵地战的时候 似乎也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 不知道这个徐安会不会有点心心啊 嗯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你将这些球员在欧洲最好的球场踢球 今天到了这么一个坑坑洼洼的地方 再加上对方又是一个如此凶悍的对手 再加上实力上又是肯定强于对方 对方罚下一个人觉得这场球已经稳拿了 这个时候踢起来呢 有时候在一对一 为什么一对一总是占不到便宜呢 人家120%的跟你去拼 他这边可能用70%到80% 一看对方这么上来就收了 这是一定 这是可以理解的 对可以理解的 所以呢 这种比赛更需要这个产品员这个上 一定要提 因为咱们刚才介绍今天的场地呢 确实 你看坑坑洼洼洼这球啊 在平稳的运行当中啊 它往往能够蹦起来 嗯 那这样的话 队员就增加比赛当中啊 调整的这个机会 这个调整机会一多了 肯定 你看这球都是 仔细看就像你真像你说的 蹦着再往前走 蹦着再走 那这样的话 队员一调整啊 这个身体对抗的 这几率又大大提高了 而且老是 老接这种球便便宜宜的 索性就不再做这种短传配合了 而这种短传配合 恰恰就是葡萄牙的强项 嗯 过了一个人 自己向前带 这个完 这个你看第二个动作就带大了 这个带大的 完全它还让平常那种节奏和力量去带 但是说呢 这个球蹦下了 不吃地了 你一带稍微有点大的 当然这个队员在这种场地上呢 他不会发全力 这往往呢 他不发全力呢 那你在一过一的情况下 包括一律一抢劫的时候 你就稍稍要吃很多的亏 但整个上场啊 这个应该说 这个葡萄牙对这场比赛准备得非常充分 但是呢 恰恰呢 是一个一半得分以后啊 队员们的心态啪就松下来了 因为像阿三拜疆这种球队 要想攻破佛特亚这种球队的球门啊 还是有一种困难的 所以队员们正是这种放松 使这个接下来的比赛呢 确实他没有穿过什么机会 这连续的传球 已经是二十多角了啊 对 这是卡拉列上来来 就这种传球 嗯 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种传球啊 其实你不进球是一方面 其实更主要的一方面 就是消磨对方的这个斗志 他这个老抢面球来 他就对真正的扑那一下 他就不会真正的每一次都是全力的 那这样的话 你就减少他身体和身体的这种接触的这种机会 哎 挡一挡 突然的一个长团转移 掉到施罗的脚下 你家施罗这个 说句话的心里都有点害怕 对方上来就这么猛 而这种比赛 作为施罗来说 他一定要有意识的保护自己 哎 不过这这七八分钟啊 这个阿塞拜疆有点拿不到球了 这已经是进入到了福利亚的节奏了 没错 这就需要福利亚队员啊 就是说真正的把心态放下来以后 要形成统一 这张比赛就是说 我根本不要强求 就是说对方多一个人 我要这时候 就是我要把对方怎么着怎么着 那这时候呢 我首先我要控制这个球权 使对方从这个失态 失控的那种情绪当中 迅速的 哎 这个 回落到平常的那种状态 那这种状态 那就是说福利亚的这个 你的所有的能力 就会更加的显示出优势 好的 哎呦 这下德克要传的话 其实对手啊 这种保守 你看刚才这个球 在这个危险的地方 漂亮 这是应该是飞罗 那正是对手的一次失误 对手在那种危险区域 对手还穿那飞罗装的 对手是阿三的一样 对队员在这场比赛的心态 他完全是在表演 好球 漂亮 漂亮 上半场比赛 临近结束的时候 奥尔梅达 这人 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 2比0 霍德亚队领先阿赛败交 今天上半场比赛 霍德亚队凭借的开场步球 以及临近结束的这两个球啊 应该说呢 是让对方是连吞两弹 对 这就是身高腿长啊 再看 所以这个球 在这球进去之前 咱们刚刚做的 诶 有一次这个 乌加队打了二十多次 阿赛败交摩标球 那这一次也是通过了两次 转移 用路的三中 获得了门前包装 过门的机会 阿赛败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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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机的突破 飞螺 这个球啊 不会吹的 这个球确实踩到了脚子 但对方也就失去了重心以后 这个完全无意识的 但是尝尝猪后点 这还是刚才尔梅达的那个人间的高超 今天啊 这个主摄斯科拉里 在成人间的人员的一条 听到了很好笑的 尔梅达难得是打一个鼓励啊 额外卖了一只小伙子 但是如果这场比赛尔梅达如果表现出色的话 那么有可能他就会接那个购卖斯科拉 能够把这个主力风险上的这个位置抢下来 其实对于这个葡萄牙来说啊 他的赛程还是非常有利的 这场比赛他拿下了三分 下场比赛他依然是客场 也是一个非常弱的情绪 他等于是在阿塞拜疆在调整两分之后 再到下多钟 对 这六分应该问题不大 对他拿了六分以后最后两个风的主场 好这个时候来自于克罗利亚的 超前推奖的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 克罗利亚队2比0领先 我们稍后休息 杭州力群阳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与您共同关注精彩体育世界 安塔永不止步 传承雪佛兰品牌 值得买 信赖国际化品质 懂得买 体验超值好享受 轻松买 国际品质轻松拥有 Spark乐池 英伦格调 艾登宝 牛仔休闲库 罗蒙男装提示您收看